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那圣下将要衰尾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你当回想 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你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沙迪 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侧上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师者的面前 认他的名 圣领向众教会 说的话 凡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那弟兄姐妹 你真的 我就是很稀奇这样一个教会 但是他还是教会 因为主还是承认他是教会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 无论他是大型的教会 中小型的教会 他们一定都有他的优点 但是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看见沙迪的教会 主耶稣说 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那几乎说这个教会完全没有什么可以 没有任何优点的意思 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教会你最好赶快离开 到一个更好的教会去 其实沙迪离开其他的这七个教会也都没有很远 这其他六个教会没有很远 但是主没有告诉他说 你这个教会太不完全了 那你们就离开了 那主还是呼召得胜的 你要留在那个地方做一个得胜者 所以弟兄姐妹 换教会是知识体大 除了搬家出国 那是不得已的 或者很清楚 圣灵的带领 那不然的话 弟兄姐妹 这件事也是知识体大的 我们看见 即便在这样的教会里面 那么不完全的教会 耶稣告诉我们怎么办呢 祂说就是领受 回想你领受了什么 回想你怎样听见 又要遵守 并且要悔改 所以要走回到原初 走到原初 你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状况是怎样 你要回到那个地方 你要悔改到现在 你的状况有很大很大的不对 就要有一个很大的悔改 那弟兄姐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他议许我们要穿白衣与主同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教会就是教会 教会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完全 我们要爱圣上的教会 因为他不那么不安全 所以我们更需要有更大的爱 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祷告 而不是不断的发怨言 或者是挑拨离间 或者是说一些很负面的话 弟兄姐妹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为教会祷告 悔改在上帝的面前 那求主恩代祝福我们 让我们坚守在上帝给我们的教会里面 全心全爱 爱教会 就像我们决数爱教会一样 那弟兄姐妹 的确教会到今天为止都还不是完全 那为什么不完全 因为我们还在过程当中 但是有一天每一个教会 都会变成极极的荣美 阿们 阿们